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贸易战 还是老话题 除了2000亿的中国商品进口征税以后 特朗普又宣布要对3000亿商品进口 然后在洛杉矶事件昨天 特朗普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行政令 对 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在这项紧急状态下 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 所生产的电信设备 特朗普签署紧急状态令之后 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 正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 列入美方实体清单 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从贸易战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特朗普一再宣称 他在6月份的G20会议上 在日本的G20会议上 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那实际上呢 他采取的策略呢 就是说边打边谈 这个好像要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 好像对于边打边谈还是比较熟悉的 是是是 这个大家一直全球的华人吧 包括美国这个老百姓也是非常在意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呢 对整个川普总统这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措施 是持一个否定态度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两党的这个参议员 众议员们似乎呢 要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那川普总统呢 这个在这一点上 可能就是也是为了争取选票 我是觉得还是他在开那个选票 因为他就在这张牌打出来以后呢 民主党不反对 最近那个拜登总统候选人也没说 这个我们可以下一节再讲 就是说呢 今天这个华为这个事值得提一下 就是说跟这个贸易战是连着的 就华为5G呢 基本上美国总统呢 用了一个行政命令的手段 说呢 任何美国企业和华为 和危害美国企业的外国企业 有交易的话呢 是不可以的 没有直接点华为 但谁都知道这个点事 但是这个商务美国商务部呢 把华为列在70加2 那个就所谓的这种那个黑名单上 对对对 其实华为在第一吧 应该守 不但这个美国在限制 而且美国这个总统 美国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呢 目前应该是在欧洲 在游说各国是吧 但是目前欧盟的这个态度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呢 大家在美国呢 美国总的来讲呢 跟中国对华这个贸易投资非常严 这么多年 除了这个 我觉得就中国的商品卖的挺多 对 甚至投资啊 什么你这个高科技 你根本进不来 对 欧洲相反 欧洲呢 我跟这个很多客人讲 他说欧洲人就讲 老百姓话叫 欧洲做生意比较比美国便宜 比美国简单 没有那么多限制 对吧 对 因为欧洲的国家呢 几十个国家称赐不齐 有的是像那个前苏联这个解体以后这个国家呢 他可能穷嘛 需要钱嘛 对 很简单 中国呢不但是要贸易 而且带投资进去 所以欧盟这次态度很重要 欧盟现在等于我建 我看是消极抵抗 对吧 这个马克龙呢已经说了 不参与 马克龙我不管 这是 对 不管这是他不参与 那那个欧洲呢 还有两个重要国家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英国 英国 还有一个是意大利 意大利呢 好像最近那个习主席刚刚去过 好像那个态度还不错 所以欧盟特点是大家心不齐 对不对 但这一点的心比较齐 那谁也不愿意 谁都希望找一个又便宜又好的东西来用 对不对 对 你说这个手机为例 你现在苹果手机到X phone了 你还能回到三年用一个老手机吗 这个是个人之常情 对吧 去年7月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组成的五眼联盟 准备对华为开展一场联合封杀行动 但是很快 英国 新西兰出现了态度大转变 公开宣布没有拒绝华为 美国公开威胁说 如果这些盟国坚持使用华为的设备 美国将减少或者不与他们进行情报分享 然而即便如此 美国也没能阻止这些国家 与华为开展业务合作 你会捡好的用便宜的用 那中国的华为手机呢 又好又便宜 咱不说5G我不懂 但是我在国内看那个华为那个手机很便宜 而且照相那个成像质量非常好 而且呢 你就 我是感觉呢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忍了又忍吧 你像苹果这事儿就一直在忍 如果苹果如果说 中国要做点事儿给苹果看看的话 那我过去苹果马上一半 我们家股票就跌了 对 这个华为是这样 这个其实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一招也非常狠 就是说这个他把华为的上游和下游都要断掉 因为其实华为手机呢 这个以前呢我们也谈过 这个5G这个技术呢 不单纯是 就是说不是一个华为本身它就可以垄断 是是是 因为它这个技术呢也是多家的这种 或者是多国或者是这个多种技术 这么集成的这样一个5G的一个系统 那就是说这个首先呢 这个华为的一些这个比如说 有些这个通讯产品的零部件 可能还要从美国买 那么呢它的这个一些 不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通讯设备呢 也是卖给美国的一些特户 因为以前我就注意到 这个美国农村的广播系统 用的是华为的一些东西 可能还有一些中兴的一些 就是说虽然不是高科技的材料 但是呢这一下令以后就示范跟华为有关 你都不能动了 对最近一个新的一个就是趋势就是 美国的所有的公立大学包括Berkeley对吧 就是已经华为有些什么视频设备已经开始成 就是就是怕联邦政府补贴 所以这招在美国还是蛮狠的 就是说但往下怎么走呢 就看这个大国博弈啊就是说这件事 也可能中国在有些别的这个手段啊 或者是再过一段看看还是那句话 看看这个两国元首啊 能不能谈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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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出来 是吧 你刚才谈到这个特朗普这个贸易战 是不是有大选的因素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 那对于特朗普来讲呢 我们回忆一下他这个上台的时候 对 一些竞选的承诺 就是拉动美国的内需嘛 对 让美国的就业 让美国保持高科技领先 领先 那么扼杀华为那其实也是要 但他这个做法是有问题了 对不对 关键美国现在没有个替代产品 我是觉得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你呢 就是我不好也不让你好 对吧 这个是一种这个就你没有意思吧 就是我现在也不好 但我也不让你好 你好反正就我就是不好 对 但是他美国可能有一些想法 就是他呢 因为美国整个高科技这个潜能还是很大的 很大 硅谷 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多少年那种积累 对吧 对 加上美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 有一套比较完成的这种继承 那中国这个也是一金涂地 可能中国是这两年花了很多精力吧 出来一个华为 所以这一点呢 倒是我们觉得往下做呢 因为刚刚开始的事 昨天的事 对 所以说往下怎么走 我们可能还能再观察一下 对 所以刚才谈到这个总统大选 那这个好像这个这次民主党 纽约州的州长又出来了 对 纽约市的市长 对不对 市长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 民主党好像对贸易战这个事没太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 对贸易战这个结果来讲呢 民主党在观望 对 因为这个我觉得因为毕竟到2000年的时候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是是是是 如果这个贸易战 这个结果让美国经济大伤元气 对 那么我觉得民主党呢 会抓住这样一个事呢 是 来说事 对 来说事 对 那现在呢 他说不着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谈到大选 这民主党最近好像有22个候选人 今天出来第23个 第23个 就今天刚出来 这个很厉害 对 那我是觉得民主党现在就是说呢 也是怎么说呢 他们认为美国民意现在就是说呢 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杀害了美国经济 但实际上我们看看 美国的一些地方报纸呢 发现这个中西部的这个农业州的这个老百姓 渊身载道 对不对 据说一个新的消息 美国需要拿出150亿美元来补贴这些损失 对吧 但你不能长期这么补贴下去啊 所以民主党特点呢 看川普的热闹 搞好的话呢 我也是有一份 搞不好全是你的错 对不对 他是怎么这么一个哲学 对吧 那你说他负责吗 我觉得这个民主党目前来讲 这种这种形式方式也有些问题 反正大家我们刚刚谈了 候选人我们估计时间也讲不完 但我闺于民党有些候选人呢 可能为了这个有一些 捞取一些政治资本 对不对 反正露一个面 混一个脸熟 对吧 我不能说咱们中国的安卓样 如果他不出来的话 可能永远默默无闻 现在出来以后 起码知名人士 对吧 所以毛仲仪来讲 他们也带了一定的私利 对吧 这个我希望就是讲来到一定的程度 民主党能整合一下 找出一个能 真正能觉得有可能能选上的人 但是这个民主党这种做法呢 有利于在这个决选的时候 动员民主党的选票 对 也有些23个候选人 你想想在各个地方来多多多多什么 都把民主党这种投票的情绪 给它掀动起来 对对对 这个呢 因为一个人走十个州的部位 那一个人走两个州还是很容易 它理念基本上一样的 只是有的更右一点 有的更左一点 对吧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从这个美国这个 目前的这个 虽然这个联邦政府 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一个强硬态 但我觉得美国的地方 特别是加州 对于中国这种贸易 对于中国这种投资 会愿意和中国合作 这样一种 这个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 基本上呢 州里有很大的权利 对吧 你看洛杉矶啊 包括这个旅游行业 还是很热 对吧 一年有几十万中国人 到洛杉矶来旅游 实际每一个人 就要在这扔下5000块钱的话 那很大的一个数字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不必对这个太悲观 因为美国这个每一个州里边 跟中国的每一个好像城市 和一个中国每一个省 都有一些所谓姐妹城市 姐妹州嘛 对吧 这个民间的交往还是 这个还是在 我看来还是在比较在扩大 实际上我还是觉得 一年以来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 有点打到这个 有点强弩之末了 对吧 那如果我不相信 讲来这3000亿美元 一定会加上 就是我个人还是在这个 长远还是比较乐观 你看大家留一口 中国是6月1号加 美国是10月 好像15号之前的 在海上的 他现在还要经过听证嘛 有些清单还要经过国会的听证 对对对对 言外之意 这时候就大家 而且那个财政部长 也要去中国嘛 米努琴要去中国谈 对吧 说中国邀请的 现在大家呢 都不能在国内失面子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人民报 发了一系列文章 因为中国还有很重要的特点 因为中国这个历来呢 这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呢 对这个所谓这个上权辱国的行为呢 是一辈子都记得 所以说这一点上 中国政府也不能让步 对吧 就包括我知道 其实有一些事情 今天谈到是一些谈判的细节 因为美国写这个法律文件 它写得很细 中国有些写得比较这个模糊 模糊一点 就好像可以有一个交代吧 跟国内 但现在这么下流呢 中国有点这种 就是我们也不想打 但你要打我们也不怕 等于这么一个口气 实际上我在觉得呢 中国这个占了这次 在理论还有一个制高点吧 最近习主席有一个讲话 就是说呢 你这个不能拿一种文明 说你比我高明 对吧 对 文明不同 对 其实美国有一个黑人的 一个内阁成员 说了一些很不待见的话 对吧 说不好听呢 你这黑人也不是 Yanglo-Saxon 对吧 你这么说有什么意义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吧 对 昨天就是中国的时间 商务部举行例行的新发布会 那就是有记者问到 商务部对新闻发言人士高峰 高峰就很明确的说 是中美贸易摩擦 对于中国的影响 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在回答媒体提到的 关于贸易摩擦升级 给经济造成损失的问题时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将会对中美两国经济 和世界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就中国经济而言 影响完全可控 中国的宏观政策 还有充分的空间 政策工具很多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应对任何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产业体系完整 市场规模巨大 韧性强 回旋空间大 前景十分光明 所以就说 其实中国政府应该说 在这个沙盘退演也好 或者在这个预测 中美贸易走向也好 对于目前出现的情况 应该是 我觉得是应该是预测到了 我是觉得中国呢 咱们都是从中国来的 对吧 我们这个生活 从一个比较贫穷的 这么一个阶段走过来 中国可以勒紧裤腰带 过点日子 但美国的老百姓 比较的这种浇灌 对吧 你中国可以八个人住一房间 对吧 那美国你住两个人就多了 对吧 我就随便想起这么一个例子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不希望这事长期发展下去 我相信呢 还是那句话 那我们也希望 美中两国的最高领导人 用自己这个智慧呀 所以川普总统在这也老 聊了个活 每次就是我跟习主席好朋友 这话说的还是挺好的 对吧 因为大家不上面子嘛 不上面子以后呢 很多话就可以 这个大的方向 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吧 这我就觉得这个点上 还是挺好的一件事 应该说这个川普呢 在这个中国采取了 对这个就是六百亿 这个美国商品 这个争取这样反制措施以后呢 川普呢 发了几个推特 对 这个态度呢 有所缓和 对 就是说一个要歼变 再一个呢 就认为这个 还是最后能达到一个 一个协商会有结果 我个人觉得呢 他的后边有一些很强的 所谓叫鹰派人物 对吧 如果说这个川普总统 是想对中国有些做法 但是他并不一定 他完全主观来讲 一定要这么做 但他后来有这么一批人 推动他对吧 逼着他这么做 那现在这个阶段 他也不得不做 为什么呢 这个跟选民的重处 那往下怎么走呢 可能到一定程度 会有一些契机出来吧 是吧 因为昨天吧 这个阿巴马说 这也是震惊 震惊的一个 应该是震惊的全世界吧 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就不准你在任何情况下 不准阿拉巴马这个女的州长 对吧 这个女的州长 就签署一个命令 也不是命令 签署了一个法律吧 它这个也是一个程序 它走一个参议院 众议院 就说呢 妇女在任何情况下呢 都不能堕胎 对 除非是你堕胎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安全 对吧 那其实呢 大家如果对美国 就稍微熟一点 美国一个基本上 一个基督教这个立国的国家 特别在美国南部 对吧 基督教认为呢 你这个就不能堕胎 但是呢 美国目前的法律呢 是1973年 一个叫 Roe versus Doe 就是当年 1970年定了一个法律 就是说呢 分成三段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怀孕有三大 三分之一三分之三分之三 三个月三个月嘛 对吧 它九月怀胎 这个我们说十月怀胎 好像就是基本上三个月之前 你随便剁 就你只要你认为你这个三个月 就比较不危险 三个月的到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候呢 这个要考虑一些因素 到底是小孩的健康 比如小孩你发现它有残疾 怎么办对吧 那就可以等到到了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太让你堕胎了 也就是你这三个月 你还是可以堕胎 是美国的联邦的法律 那这个法律 所以它要这么做的话 就是说它要打到最高法院 让最高法院目前五个大法官 把这个我们刚才讲 那个Roe versus Doe的法律给推翻 它基本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这个因为美国这个堕胎 这个是很大一件事 特别在大选的时候 每个候选人对堕胎呢 你要说支持堕胎 一半人不选你 你说反对堕胎 另一半人不选你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挺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对 这个实际给川普总统出了个难题 因为他走得太幼了 因为我知道百分之八九十的妇女 认为那个自己有 有控制自己这个身体的权力 对 那他就有一个极端的说 说只要一怀孕 这就是生命 生命就得要活着 活着你就杀生 这个就有点极端 因为在现代社会 没有那么可能这么 你说这种 就是说 你要拿一个极端的理论 推放一个现实的东西 我觉得太过分了 所以加州那一位民主党 这个他就有一个法律 就是说你做胎以后 你这个弃腰 可以送到这个警局 对 这个就比较 这个人道 他有政府养 政府养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法律 因为在美国南部很多以前 其实在我刚才讲 虽然美国联邦法 这样但每个州法 就是州法跟联邦 一直是很限制的 说你这个 因为他第一 他堕胎的地方很少 因为德克萨斯那么一州 就两个地方可以堕胎 而且在美国的农村 你到堕胎 你要开车过去 对吧 还有通过家 所以这个领域里边 美国的速度特别的多 这个今天是比较 就是一个州里边的一个州长 而州长这个女的 据说他也没小孩 是个白人 还在加州住过 他签的法令 就是说这件事 在美国是很大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有必要提一提 而且不仅在美国 在整个世界范围里 都有影响 因为这个毕竟 美国是一个人权也好 自由也好 一个民主的国家 就是说你这个 是生命呢 怀孕的胎儿 是生命 但是呢 这个母体 他也有 他自己的选择权 对吧 这东西你就是说 而且受到强奸以后 怀孕了都不许你做 这更 这伦理上或者道德上 对吧 你要谈你怎么 对 他就这个东西呢 他实际上做一个姿态看 就是这个 但是很突然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 这个话题已经沉浸了 有差不多几十年了 几十年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形成成为的法律 所以说呢 目前这个大家认为的 这个法律 可能最高法院也不会受理 最高法院是这样 就是你呢 他一定会起诉 起诉说你的违宪 违宪以后的一层 已经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可以听这个案子 他也得选择不听 不听的话 等于第二天是白做 那白做以后呢 那就是还是违宪 对吧 那讲来这个 他整个这个还不能执行 因为联邦法高一周法 对 另外最后一个话题呢 这个伊朗 因为这个伊朗资金呢 这个好像战云密布 那么这个美国呢 好像要准备 什么十二万军队 要怎么样 后来呢 又否定这个消息了 所以这个伊朗的事呢 还是值得关注 就是我觉得美国呢 可能没有做好准备 要打伊朗 完了吓不吓不你 那你吓不吓不吓不 你想这人家真要打了 他又撤回来 但伊朗已经退出 他的核协议的一部分 他说又可以做 这个浓缩油了 对吧 那伊朗这个问题 因为牵动面太大 一个是苏联的俄国的利益 一个是欧盟的利益 还有中国的利益 还有印度的利益 主要是大家在那买石油 买石油 伊朗这个买石油 这个事儿是伊朗石油 应该比较便宜 还容易运出来 那沙特的石油呢 可能沙特跟伊朗是对着的 但沙特跟 基本上受美国控制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苏联 俄国的普京很硬 对吧 你看特别奇怪 这个蓬佩战到哪都是很瘦 到了普京 普京个儿比较矮比较小 但是到了普京很恭恭敬敬 这个很奇怪 这个俄国人还是 在这一点上 这个值得这个国人仿效 所谓的战斗的民族 对 那个伊朗的外长 在这个本周五 要访问中国 这个消息呢 倒不大不小 对 但这个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对吧 因为这个中国呢 也是出于在这个美国这种贸易战 或者是在 特别是这个蓬佩奥 最近对于这个到处 不能说三风点火了 是 访问到哪是 这个对中国都是不太客气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伊朗外长 在这样一个时候访问中国 我觉得这个事呢 还是有点意思 其实中国在伊朗有很多投资 但欧盟在伊朗投资也很多 所以说我倒觉得这一点欧盟的这个态度可能更重要一点 是吧 因为欧盟有两个 一个是对华贸易战的一些利益问题 一个是伊朗石油的利益问题 都是在欧盟的根本利益 因为你关键是你美国给不了欧盟目前那么多 美国现在关键是欠了很多债对吧 对 你光是靠着美国政府不跟你做生意了 这个事呢确实是要权衡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来都是很 今天这周事儿比较多 我们看看下周的发展怎么样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 好 谢谢维师大哥 好 谢谢各位观众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